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些危害国家安全的软性对抗行为 所知都是不多的 但一直都在香港发生 意图抹黑香港政府和抹黑中央政府 经历了2019年的黑暴事件 大部分香港人对外国势力运作依然非常陌生 其中在今年5月26日 偏造在韩国留学的中国学生 入境香港之后失踪的虚假消息的国际特赦组织为例 声称是非政府组织NGO 然而很多市民都不清楚NGO是什么 可能觉得是独立于政府的机构 造势为民请命 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 总部次在英国并经常以关注人权自居 表面上在做好人 暗地里其实在搞鬼 充当美国的打手 一直以来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 被指与恶名昭著的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关系密切 其中前支联会副主席周恢彤 就在2012年至2018年 出任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的 执委和公司的董事 周恢彤又在2016年到印度出席NED之助 由美国反华组织公民力量举办的 群族青年领袖研习营 国际特赦组织本来与美国政府有千丝万缘的关系 佩罚美国政府反华政客的看条 绝对不出奇 今次学生失踪的谎言 正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国际特赦组织成立的目的是为了推动全球的人权事实发展 但就以人权之名撕别其他国家的内政 更煽动其他国家的群众发动颜色革命 在2019年黑暴期间 组织不断以发表所谓的报告等多种形式去指责 抹黑警方独打、酷刑 但就对暴徒的暴力视而不见 而过往也有多位学者和知名人士 指责国际特赦组织 美国前总统布殊 以荒谬来形容其报告 以色列外交部曾指这个组织立场偏颇 罗马天主教庭冬出信徒不要向这个组织捐款 其中马丁洛书基主教指这个组织已经调失其事名 一位印度学者曾经公开斥责国际特赦组织 以非政府组织之名 为西方利益服务输出西方意识形态 以人权问题上采取双询标准 以及台湾学者张亚忠也分析过 这个组织经常是煽动制造内乱 在世界各地扶植西方的政权 今次造谣维吾尔做学生失踪并拒绝道歉 再次证明这个国际特赦组织 不过是延续其固有的邪恶思想 散播反中乱港的言论 面对死心不惜事机反驳的一众外国代理人 香港市民绝对不能调以轻心 维护国家安全仍是重中之重的工作 稍一松懈 海外乱港的活动就可能趁机倒冠巡来香港 今集的时间都差不多了 麻烦大家将我这篇片讲传出去 给更加多人知道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